醫管局今年4月舉辦大灣區醫療人才交流計劃 邀請了80多個內地醫護人員來到香港 實施至今大約5個月 來自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康毓坤 已經在瑪嘉烈醫院做了一段時間 他說兩地的醫療方案差不多 不過制度上有很多不同 這是它最基礎的醫療 但是我們在內地是1.5克的 一般我們在香港這邊 一般是1克一天兩次 但是在內地的話 我們一般是要用3克一天兩次 就是說我們在這一方面的醫療不太一樣 但是因為這個可能似乎在香港和大陸 他對於這製藥的管理和指引是有一定不一樣的 他很感謝醫院在初期安排一對一培訓 令他可以在兩個月後就上手 又大讚香港的臨床醫療資訊管理系統 和醫務社工服務很先進 希望將這些經驗帶回內地 至於如何和病患溝通 康醫生就說不用擔心 都不太影響大家之間的溝通 因為起碼他又聽得明白我說什麼 我又聽得明白說什麼 其實我國的廣州本地人 我小時候都是看TVV大的 所以現在其實語言方面 有些遲忘我都是聽得明白的 醫管局說這次計劃很成功 希望未來可以增加交流人數 托歡參與專科的範圍 也都希望可以安排本港醫生北上交流 請留給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